警方趁著夜裡 努力設法破門 因為這道豪宅的門后 就是詐騙集團的蒼生地點 大批刑警衝入屋內 把所有集團成員一一控制住 還有不少人根本還在睡夢中 搞不清楚發生什麼事情 警方還在屋內的桌上 查獲使用過後的K盤 與毒品K他命 仔細一查不得了 發現這群人不只利用 甲榜票刑片 還藏有兩百多包毒品咖啡包 以及封包工具 集團成員全都被帶回偵訊 警方發現祖賢打著 天道蒙太陽會的名號 四處吸收未成年加入 而且加入集團還要先簽本票 避免黑吃黑 過去就有一名杜姓少年 私吞髒款被毆打成重傷 收起髒款以後私吞了一百五十幾萬 那經湯姓祖賢等 動員組織來追人 那氣貨以後把原型褲打 警方這回掌握情資 跨越四個縣市同步收網 趁著暑假來臨前 將詐騙集團一網打盡 也還給青少年一個乾淨的假期 記者加密吳志恒AZN小組 台北報導 被新年 2位 余